我就不懂啦 過分每天都在測 iPhone 多順了有多厲害 結果用 Apple 忘了沒半個 跟你說啦 要是那種不掌心的人機見面 廢道小的操作體驗 一直捧 真的很瞎啊 好啦 要聽好話的玻璃心 趕快滾吧 有Gas的留下來 Yo 我是Andy Jail 真心話 由飾影飛災舊的操作版評測宇宙 iPhone 13 Pro Max 256GB 久等了 各位 看完再留言喔 比較規格表一攤開就看得出來 大杯升級特大杯只要多4000塊 這請絕對要衝到256GB 不然 ProRes錄影都半餐 總的來說 iPhone 13 信仰滿血 就是40,400 Pro Max 256GB 這樣真果粉 知道該買哪支了吼 不用謝啦 那你一定要想問啊 這次 iPhone 13 不是有四種Size嗎 就因為我們繼續秉持著 沒有三鏡頭就假粉嘛 而且不是 Pro 還沒有 ProMotion 幹嘛浪費錢啊 盒裝配件跟上次一模一樣 繼續打環保愛地球 配件通通補附你 請充值原廠30瓦充電頭E490 不然你花了4萬塊 無法充電就是塊磚頭啦 克拉杯正面6.7吋平面螢幕 面板用料和尺寸跟上一代一模一樣 也延續放在隔壁陣營 會被繳到祖宗是把一個彈出來的粗邊框 從外觀來看最大進步就是 縮小20%的M型凸醜瀏海 害神啊 哪吃不買 上面是聽筒兼單邊立體喇叭 M型凸塞前鏡頭外加三開孔 放一堆有的沒的 就是不給LED指示燈 還有Always On Display 出廠沒有貼膜 請持續加勾 側邊單放一顆扁扁的電源鍵 另一邊就響鈴靜音鍵 音量調節鍵 單卡SIM卡槽不給擴充容量 頂部光附突 連耳機孔都沒有 左右不對稱的單邊喇叭跟收音麥放底部 外加不掌勁的Lightning介面 手機就是不爽跟USB-C齁 機身中框走一個醫療機特製不鏽鋼中框 指紋吸好吸滿 中框邊邊割好割滿 外面質感玻璃機被配上天鋒籃 蘋果信仰指紋吃好吃滿 左爛NFC的Apple Pay跟無線充電也在這 後度加大 重量更猛的iPhone 13 Pro Max 繼續承襲糟糕的單手使用體驗 搞不懂的返回邏輯 便扭的下拉手勢 操作體驗完全沒有漲勁 蛤 這麼久沒見你還是沒變啊 又是你 我已經不是從前都懦副了 你看清楚 什麼 全部都是蘋果的 原來立即變成貨徵駕駛的果粉啦 知道了嗎 我們這邊差距這麼大 我要去買Apple Care Plus囉 後會有期 慢著 無知小輩 在買手機險錢 搞清楚所有理賠項目了嗎 園長做的Apple Care 還需要質疑嗎 保險支費 理賠次數 維修支付 這線都比較過了嗎 Apple Care Plus最大的好處就是 開通手機後60天年都可以申請 而且非入園保固 多了一年期間不限次數都可以修 而且電池的低於80%還可以免費更換 這可是他們最獨家的保障 但是 意外損壞一年支理賠兩次 還要自己掏錢 換螢幕要換900 其他損壞3200倍 偷被搶電話被盜打 還要你自己解決喔 什麼 原來還有這麼多要注意的 就算你改變心意 想保其他家已經錯失良機了 是我太衝動 以為一定要Apple 是我輸了 來 站起來 手機才剛買 都還來得及喔 往來有點手機線 心機都少7天內都可以薄 一年可以理賠3次 手機背套被搶摔壞 都不用拍喔 維修不用錢 不能維修需要置換 才要付錢喔 我先購買通路 一年可以理賠3次 還可以續保一年喔 往往有連手機線 保險有保險 這次的iPhone 13系列 也是5G加5G nanoSIM 雙卡雙帶單卡槽 全頻亂通殺 但是只能裝一張實體 nanoSIM 要雙卡就需要兩張都eSIM 不然就一張實體再加一張eSIM才有解 那至於無線訊號也跟上一代一樣 吃到目前主流的WiFi6 也保留蘋果才有的 UWB超頻寬晶片 不過這個藍牙還是一樣5.0 也一樣沒有APTS LDA C之類的藍牙協定 除此之外 數量不給玩的NFC AKA Apple Pay跟GPS 通通有 機身也達到IP68防水防塵等級 存論規格不堪系統 iPhone 13 Pro Max 還是很頂的 延遲不延遲 這次就看高通驍龍 X60 5G晶片夠不夠力 直接秀數據給你看吧 我們玩槍戰實際看起來是沒問題的喔 iPhone 13 Pro Max 最有感的就是螢幕了 電影表現直接屌虐 原本要出的OPPO Find X3 Pro 不過說實話 最糟糕的還是這個 縮小20%的噁心M型凸 索粉笑爛囉 至於廠商沒標的數據 我們科技狗血倫眼Eason 撤出來就這些啦 是蠻想問的啦 到底有哪個攝影大師 是真的有在用索尼手機呢 應該都拿iPhone吧 官方數據給到1000尼特 我們測出來更高更屌 SDR螢幕亮度給播 看電影影集最需要的HDR亮度 實測表現也比官方數據高 萌萌的 軟體支援度方面 Netflix最高可以吃到 FHD 多比世界 YouTube開好開滿 最高吃到 2160P 60HDR 也就是4K 60HDR Apple TV App更是直接解放 Zobie Vision Zobie Atmos 雙度比 開好開滿 這次迎來的宇宙大藥劑 莫過於能夠讓竹粉 閉嘴的自動適應更新頻率 PRO MOTION 不過老實說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知道有就好 會買的就是會買 不會買的死都不會買 我是覺得省電有感就很屌啦 關於色彩的螢幕顯示與亮度 就這樣啦 不像Android給你控那麼多 自動調整亮度就放在輔助使用裡面 選項那麼少 當長輩機剛剛好 左右兩顆揚聲器 支援度比全體身外放 音量有夠大聲 音質就遲遲破破的 不過串流軟體都跳不出來 點燈之樣 少了一位 至於很想玩遊戲 底部揚聲器還是有機會被擋到的喔 那這個藍牙協定 我就很不懂啦 還是只給到AAC跟SBC 比如亮碼日 讚CC 唯一能吹的蘋果獨家 空間音訊 直上AirPods 3等級以上 才有辦法開 但是 開了聽音樂未必會比較屌啦 因為空間音訊就是為了 巨人體驗誕生的 所以這邊也列一下 支援空間音訊的主流 串流平台 我們的用心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碎片才比較晚上啊 好分拉出來 底下 不得不說這個A15仿生晶片 真的強到誇張 LPDDR4X配上NV M1 屌虐上一代Android 最強電競手機 ROG Phone 5有夠深 行動裝置要跳效能強的 光看效能 果然還是蘋果他們家的核心處理器最厲害 造機大全餐 走我們固定流程 跑完一輪 最高溫衝到是12.6度 就之前我們側過的那幾支火力全開 隨便跑都能摸到快偶之度 我們也發現原神的120fps特效全開 玩起來卡成狗 遊戲玩起來就有點像0.1%lowfps的頓挫感 體驗超雜啊 而且iPhone 13 Pro Max 只要溫度一高 螢幕亮度就會變暗 想拉高還不給你調喔 在螢幕變暗的當下 馬上測一下 紅外線溫度測到40度C 手持暖暖 溫控有夠保守 特大杯走有限充電 最多可以吃到PD2.0 27W 拿原廠87WPD充電頭開始充電 半小時就能充到47% 將近一半 過了一小時充到80% 之後速度就會明顯下降 所有有限方式就需要1小時48分鐘 五線充電特大杯可以吃到7.5W 跟自家的MASF15W 測出來的MASF數據就這樣 充到保養3小時31分鐘 那大家最在意的續航能力 攝影非在意 讓手單卡5G當主義機使用 背景通知通通打開 雖然系統能開的選項沒Android多 就老人機咩 中途玩手機遊戲2小時 然後看點影片 早上9點半離開充電器 晚上10點沒電關機 續航整個大爆省 總覺得比ROG Phone 3那種S865 Plus 配上6000mAh 還要再省一點 續航超級可 遊戲老化傳說對決特效全開一場11分鐘 月爆對手 只教練是他 這電友給省 但這個閃電 嚴格說起來更像是因為什麼都不給的關係啦 Chrome Motion走的是低刷 不能常駐120Hz螢幕刷新率 沒有效能模式 更不用說ObsonDisplay 這好用的東西也沒有 還不給老一滴提示燈 這樣省起來好像也是應該的嘛 系統方面 iOS 45左滑過去就放一堆小工具之類的東西 跟Android有點像 到底誰抄誰 你說的算 主言被瞎滑就是搜尋BAR 打開Siri建議就會變成抓奸神器 情侶一定要開啊 要看通知還是只能從頂部下拉 手機越大手勢越別扭 然後通知率中心的媒體播放器消不掉 只能把App整個關掉才有解 再來下拉快捷選單 你跟我說 沒有自根圖最直覺 看圖說故事 骨粉 D名 還有上次說到Line的返回方式 一下側邊返回 一下又要按XX返回 限定左手拿才能用的爽 照樣糞啊 圓身鍵盤打字不會震動 不好盲達 中音詮詞又智障 還不能連續輸入標點符號 想說用Gboard來截 截破又罷了 蘋果作音輸入法 沒救了 三字槍一下有複製貼上可以用 但是一樣沒有剪貼布 還會擋輸入框不能移走 這倒你是誰設計的 嘿Siri OK Google 你想要問Google什麼問題 幫我開YouTube App 好玩的是Google助理開好開滿 就可以用Siri叫Google助理了 加分 歸來這次最鳥的就是音效模式 沒有統一的規範 靜音開下去 有些App媒體音量跟通知 就全部靜音不會響 解開靜音 所有通知跟媒體聲音 又全部一起跑出來 請問這到底是有什麼毛病啊 這次在iOS 15.1 也能透過區網 螢幕鏡像輸出到MacOS 在iPhone 13 Pro Max上玩遊戲 流暢度屌唸 這台16吋MacBook 2019 i9 加60GB頂歸啦 不是M1 都很臭 然後玩個Apple Arcade 蘋果獨佔大作 結果通知以來 整隻手機卡到生田 拜託 這真的是Apple把關的東西嗎 超解開 說回來沒有點不辨識 最多可以登入兩組的Face ID 就一定要脫口罩才能用 看來蘋果宇宙沒有疫情 不用戴口罩 很爽吼 接著我還是只能按數字 沒有圖形索可以齊喝成 那當然 萬年不休的熱點分享 不准人通話 錄音 沒有App分身 也沒有分割螢幕 或是縮小視窗 整個iOS更新了 異狗票 了解的東西 最重要的基礎人機界面 還感受不到跟上市 iOS 14是好用在哪裡 好啦 不要急 這邊幫你果粉平反一下吼 好心有這個Apple 換蘋果舊型 這邊強烈譴責 不買這服務的根本 就是蘋果界的遲入 是果贏啦 現在說這個最強辣的 Apple Arcade一包買起來 不用內購 還不用額外花錢買遊戲 畫面品質跟遊戲體驗 神到誇張 而且獨佔超級爽 畫面表現根本 屌打任天堂色影 玩起來超high 當然 那個衝之一跳 舊卡的份子菸出來啦 團一報的Apple TV Plus 電影劇集也是滿滿 Apple人創內容 不只政治正確 都用黑人 黃人 跟醜人 內容還有點過分的少呢 就看待只要65元 給顧唄 還有最多人用的Apple Music 可以隨便聽 但是播放音質聽起來 我覺得比Spotify還要糞就是囉 最後 還有Apple One家庭方案的 iCloud Plus 總共有200GB 加上自己六人分 這家庭方案比iPhone 那什麼紮體驗本身 都還要值得買的好嗎 WiFi裡面也會多個 叫做iCloud私密轉送的東西 保護你的隱私安全 最重要的是 安卓用戶都能用 逛一個Apple Music 所以隨便聽就爆爽了 我就想問 不買Apple One的果粉 是嫌太便宜 所以沒FU嗎 大杯跟特大杯 鏡頭模組 通通一個樣 也跟索尼走法一樣 望遠鏡頭 超廣角尖尾距鏡頭 廣角組鏡頭 全部都是12MP 用掉最好的光學穩定系統 就全部縮化上廣角組鏡頭 補助功能就 充3D雷達跟雙色紋LED補光燈一顆 開設之前先進到手機設定 下滑進去相機做細部調人 可是保持在高效率 底下兩個選項都打開 才是選256GB最大的一役 錄影當然要選最高的4K 60fps HDR影片啟用後才是剁筆世界 這道FPS選最下面才有60顆 錄製慢動作最高有4HD 240fps 剩下的設定就這些啦 回到相機 採用半焦處理的前鏡頭 有兩個縮放焦段可以切換 畫面上還可以叫出設定選單 開啟攝影風格就不能同時拍弱檔 圓框照片也會跟弱檔相創 不能同時起用 利益自拍可以關閉或自動 手動曝光秒數會自行看短時間最久30秒 按住快門鍵就能立即錄影 往右拉可以持續錄影 快門鍵往左拉的話 可以無限連拍到沒有容量為止 超猛 不能說放焦段 沒有連拍功能的人像模式 可以自訂燈光也能即時顯示 右上角也可以調整光線程度 總共0到100階 光線最大F1.4到最小F16可以直擊旋 但是沒有連拍功能 前鏡頭錄影模式不能縮放焦段 使用Porex就會顯示剩餘容量 可以拍攝的時間長度 錄製中不能拍照 切到1.4K60就會跳出Porex格式提形 關閉後的一般錄影 錄下去後可以邊錄邊拍 也能繼續錄到美容量為止喔 前鏡頭電影底模式不能縮放焦段 黑點螢幕手放選擇對焦點 對焦景深是軟體運算出來的 超猛 光線景深可以開到F2到最小F16 也能自己調整EV值加2或減2 影片錄下去不能邊錄邊拍照 但是可以選擇追焦點 沒有其他參數可以動 前鏡頭慢動作最高支援1080p 120fps 錄影裝也能拍照 一樣不支援焦段變換 支援時連置辨識的後鏡頭 有無縫切換的0.5倍光學變焦 到最遠的15倍15倍變焦 開門鍵著的話 也有無線量連拍功能 拍好拍滿 優化到底可以持續錄影 焦段一樣隨便擬切 0.5倍到最遠的15倍 上滑的相機功能 都跟前鏡頭一模一樣啦 原像模式只有1倍跟3倍焦段 可以跳轉切換 其他燈光設定也跟前鏡頭 人像模式一致 全景模式只有3種焦段 可以跳轉切換 沒有其他可以調整的數值 選好再拍喔 4K30的後鏡頭錄下去 有最廣0.5倍到最遠9倍的無縫變焦 4K60的話 錄影中就會鎖住鏡頭 支援邊錄邊拍 將回4K30就能啟用Polres錄影 買256GB的就是為了這個格式 焦段也是一樣 最遠到9倍 但是不能邊錄邊拍 電影及錄影 就只有1倍跟3倍 兩個焦段可以跳轉切換 錄影中可以手動選擇追焦點 但是無法邊錄邊拍 也不能切換焦段 下一次拍什麼 當然是Polres錄啊 說好的乾爹喔 我沒有在你乾爹的啦 慢動作模式 Fore HD 240錄下去的焦段 跟4K60錄影焦段一樣 手很兇啊 都被封印住了 不過慢動作模式可以邊錄邊拍喔 Polres錄影 說是攝影就只給3個焦段 讓你跳轉 也沒有參數好選 記得選好再拍啊 有沒有發現 剛剛的拍照設定 都沒有出現 HDR的啟用或是關閉呢 拍照當下 也完全沒有看到HDR字樣 完全消失啦 就是鏡頭歸隱耀光帶不走 而且我們也發現 這支Po 6 Pro 也找不到任何 關於HDR照相的開關選項 兩大巨頭 是一起說好不給消費者手動調整了嗎 有點妙喔 這待會的夜拍比較 全部都是自動模式 自動亮度下去好了 參考一下 兩隻雞黃夜拍出來的就這樣 蘋果族的氣氛拍起來有點對 反倒隔壁Po 6 Pro亮起來的細節 你看得見 左邊iPhone色溫對得又好銳利 還會偷偷上了暗角 營造立體感 有點東西 隔壁就不知道在幹嘛 糟透了 鏡頭都用相機預設給的焦段 所以兩隻不是同倍數 這張喔 我反倒投給Po 6 Pro一票 不過iPhone馬上印起來 細節印爆又銳利 屌滅右邊的Po 6 Pro 這邊近拍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總的來說啦 微距主力鏡頭是超廣角 而且iPhone全部鏡頭拍攝都超穩 不容易手晃 猛一個 硬耳胖一倍焦段拍起來就這些 明顯看得出來 蘋果有刻意加重對比 還有自動上暗角營造立體感了嗎 論吸睛程度 iPhone 13 Pro Max拍出來真的好像一點東西 後台自動加重顏色對比 得到的效果也有點猛 反倒是Po 6 Pro夜拍轉起來 比iPhone還要久就算囉 得到的照片卻只是變亮又慘淡慘淡的 雖然實景拍起來比隔壁真實啦 但是博眼球的程度還是輸蘋果的 我就想問 難道是Po 6 Pro的鏡頭還沒修正完畢嗎 這次蘋果超用的 拍照都已經動過 尤其他評測媒體說什麼最頂只有到80fps 我們沒有買軟體就不跟風啦 反正那麼晚出片該知道的也都看過了吧 我們科系狗就是走一個Full Real 有音說音的節奏 打造不一樣的科技嘴巴評測媒體 不過老實說 單純為了ProRes 4K30錄影 好像也沒有必要衝到256GB特大杯 一般人根本無感 但我還是建議你只上256GB吧 畢竟不給擴充容量 128GB哪夠用 再說Pro兩大杯電池容量差距也超大 重度差異的你直接上特大杯Pro Max 準沒錯 說回來iOS人機介面這件事還是很鬧 上次iPhone 12 Pro Max 沒發現的問題這次也都補給啦 真心覺得基本操作體驗都真他媽糟糕 果粉你還買的下去 這真的不是他太多嗎 那這次新發現最好玩的還是Apple One這個訂閱服務的 窮人如果硬到爆買到專鬧 裡面一堆獨佔手遊大作 別人想玩還玩不到 玩什麼原神PUB劇傳說的遠 破棄遊戲通通通下去吧 Apple Market才是蘋果王道齁 好啦 我是科技狗的真心話Cindy 大冒險主比是一直想要換M1MAP頂貴的攝影肥宅 超主觀評測宇宙 我們下次EGO洗手6系列再見囉 M1MAP頂貴的攝影肥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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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